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 围绕现代仲介 智慧农业 农业智能装备 生物技术 营养健康和食品安全监测六大方向 推进四区建设 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 聚集中国农业大学和瓦克宁根大学等国内外一流科研院所 落户示范区开展科研创新建设省部级以上重点实验室 工程技术中心 现代化农业设施和高标准试验田 为科技研发 提供一流的一定件设施 重点围绕现代仲介 智慧农业 农业智能装备 生物技术 营养健康和食品安全监测领域 聚焦国家农业发展 需要对标国内外市场需求 以成果转化经浪力导向开展科技研发 西野企业主体和社会资本 参与科技创新支持企业 在示范区设立研发中心 建立完善的科研成果转化应用平台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区聚集一批一流的 国际农业龙头企业和科技创新企业 在示范区建立研发中心 通过科技创新形成一批有示范效应 符合市场需求的产业项目 搭建科技创新平台 孵化一批农业科技创新企业 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 形成农业科技产业生态 以生态桥系统工程建设为突破口 实现全域农业循环体系 与生态环境系统相互协调发展 为首都提供安全优质的产品 建立全国领先的食品安全体系 扩展农业科技产业 聚焦现代种业 生物技术 营养健康等高精尖产业 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农业发展体制创新试验区 推进农业生产经营方式 从碎片化经营到适度规模化经营 从粗放式管理到精细化管理转变 大力推广生态循环农业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 有机衔接 强化党建引领 不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不断完善和推广党支部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四个一体发展模式 探索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兴旺促进有效治理的发展链 培养农业科研领军人才 农业技术推广骨干人才等农村实用人才 加强农村生产型 经营型技能服务型农民人才队伍建设 国际农业科技合作引领区 广泛开展国际合作 打造国际化园区 吸引农业科技领域的国家和企业机构 国际组织入驻示范区 搭建农业领域对外交流开放平台 引进国际农业科技领域重要学术会议 论坛和展会落户示范区 在科技研发 园区运营和成果转化等环节 吸引国际一流机构参与合作 建立常态化机制组织交流互访 人才培训 建设国家境外农业合作示范区和农业 对外开放合作事业区 将科技创新成果 向全球推广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1月8日上午 北京市平谷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召开 图为平谷区人民政府区长汪明浩 做政府工作报告 图片来源 TOKU.QIANLONG.COM 千龙网记者乐小影视 1月8日上午 北京市平谷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召开 图为平谷区区委常委 副区长郭勇接受记者采访 图片来源 TOKU.QIANLONG.COM 千龙网记者乐小影视